好的 那我們繼續從這個地方開始囉 還要再摔一次啊 好 美心從這個地方跑過去 我們就馬上追過去吧 美心 等等 哎呀呀呀呀 十回往昔的片段方能走入今日的圓滿 這邊圓滿好像有什麼 但是想不起來 看來這次是沒有鑰匙 明星香露水 還好轉過頭沒有什麼可怕的東西喔 有三個門 好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寫著1980 表示這個門是通往1980的門 那這邊是1985的門 那另外一邊呢 1986 好 那我們就先從 就照著時間順序來好了 我們從1980這邊開始 上面沒有什麼東西喔 好的 1980那就是他們剛搬進來這間房子不久了 這次不用拿鑰匙了嗎 好 讀取中 這裡是剛搬進的嗎 鞋子怎麼放的滿地都是 這裡還有禮品 我去推到椅子嗎 19808月8號星期五 台灣的8月8號是父親節喔 父親節 也就是 我拿到那個打火機禮物的時候嘛 高柄禮盒印著吉祥圖案的傳統 中秋節要到了 如果還沒買月餅的可以記得買我家的月餅喔 我會把那個 我會把那個月餅的連結放在 放在資訊欄喔 喔 他們會自己閃開這些椅子 我們家做的月餅也很好吃喔 這個是那個會自己彈鋼琴的 自己彈的YAMAHA鋼琴喔 白白在飄的是什麼 蒲公英嗎 獎杯櫃 一直覺得好像有白白的東西在畫面上飄 還是這是我的錯覺 喔 是這裡在拜拜嗎 拜地基主 這個只有台灣在拜嗎 我不知道其他香港還是馬來西亞的有沒有在拜這個 地基主 地基主 地基主他就算是一個 這棟房子的守護神的那種概念 吵死了 這是什麼 妻子的代辦 戴 妻子的代辦事項 地基主和地基婆是玉皇大帝親派的住家守護神 對著我剛說的 入促新家前一定要向地基神打過招呼 被妥各種象徵喜氣的物品來祭拜 才能保全家的健康財富平安 而五點上菜市場買 魚 雞 鴨頭 三層肉要燙過 田湯園 菜頭 好彩頭的意思 汽水 明酒 發糕 紅包袋 紅包袋給老師的 香 金紙 高粱 明酒 三個酒杯到八分滿 給客人蘋果拜拜用鳳梨 太麻煩了吧 這邊往下 七點開始要打掃 噴陰陽水 家具貼紅紙 角落撒錢壁 臨錢放水桶 準備麻將 給三神婆泡烏龍茶 淑公泡白茶 外婆泡香片 哇 哇 所以五點要買這麼多東西 兩個小時內做完 七點要開始準備這些東西 煮紅湯圓給所有人吃 柴米油鹽 醬醋 茶都要買新的 不可拖過下午 有時間限制喔 換任務就失敗了 喔喔喔喔喔 發生什麼事啊 大家就開始拜拜 不是 打起麻將來了 喔喔喔喔喔 時空有趣啊 剛走這一段路怎麼好像要窒息一樣 麻將桌來偷看牠們的牌 好像不容易看清楚牠們手上拿著牌喔 那個…兒童木馬 積木 嗯 但他動森怎麼沒有麻將桌呢 真是的 該不會又要播那個了吧 七彩新舞台 加深電視 好吧 這邊看起來是沒什麼了 那這邊呢 喔 為什麼突然變這麼暗我不想進去 不要有那種突然嚇人的東西喔 還好沒有 這個 這是什麼 唱片 碼頭姑娘 碼頭姑娘的唱片 這是麗芳成名電影的主題曲 怎麼了 怎麼了 為什麼可以從這裡 你要偷窺什麼 你想看什麼 這邊是可以看到鄰居嗎 這是看到自己嗎 出聲 好 出聲 敲 爸爸 你看這裡有個洞耶 喔 我現在是眼美心 爸爸 你看 你看 爸爸 看我 看我 爸爸 你看我 看我 對 我家侄子也會這樣子喔 小朋友都會這樣 求關注 爸爸 看我看我 連打連打 快點 陪我彎 狂敲 猛敲 爸爸你在幹嘛 在幹嘛幹嘛 欸 爸爸在撕紙啊 北溪 不要吵爸爸 呃 呃 好 各位小朋友不要吵爸爸 哈哈哈哈 餓 餓 怕 欸 這什麼 妻子有人的來信 立方 身體還好嗎 受到你的回信很高興 得知你風雨時夜內朋友都很難過 年輕時我們一般姐妹曾期許展翅高飛 但踏入家庭後現實終究不允許 身為智友我明白你的考量 也不免猜出你們一家拋售祖 欸 一家拋售祖宅千居一定是困境中的下策 所以我是靠立方 賣她的老家然後搬到這個公寓來 是這樣的意思嗎 請記得有任何需要我們都會支持 隨時歡迎你回來 祝福你家庭生活幸福美滿 齁 齁 哇 這樣立方犧牲很大 然後呢 這裡有高跟鞋可以拿 紅色舞鞋 立方的紅色舞鞋 平底的 那個時候還沒有逼人要穿著高跟鞋跳舞的樣子 這個是 這是我的秘密基地 密碼是我最喜歡的照片 他最喜歡的照片是哪一張 這裡有個小明星奇奇快樂連連看 小明星奇奇喔 寶冠 舞鞋 紅洋裝 漂漂亮亮上台 所以 立方就是小明星奇奇嗎 跟旁邊這一張照片比起來 火象 好了 我現在拿到兩個道具喔 然後從地上這邊看的出來 就算是美心有自己的房間 他還是都把玩具帶到 那個爸爸媽媽的房間裡面來玩喔 喔 我現在很怕會有那種 突然跑出來嚇人的 喔 不要這樣子 我進不起突然被嚇了 很多掌牌都是這些書疊起來的 這是什麼 花盆中的紙條 我最深的憂愁被你摺成花 哈 最深的憂愁被他摺成花 所以這個是爸爸剛才撕掉揉掉的那些稿紙嗎 為什麼要塗成紅色 鍍豐魚裝訪 去做才子鍍豐魚二度獲獎 喔 所以我其實是蠻厲害的 編劇家是嗎 怎麼了 這又是什麼 靈蛇獻身 土姐慈姑觀音 相傳發生在閩南地區的一個小農村 村裡有一農夫 其子自幼體弱 故將他送到佛寺當小沙迷 後來他逐漸健壯 修行之餘還不時回家陪伴父親夏田 某天父子夏田時 田間出現一條長著條紋的大蛇 起初他們很驚訝 後來發現大蛇沒有惡意 還驅走了害蟲和老鼠 農夫的田開始連年豐收 蛤 條紋的蛇應該就是 雨傘節吧 看來沒什麼東西啊 地上這又是什麼 蛤 所以就是以前寫劇本 寫很好的杜鋒魚先生 也就是我 然後他的新的劇本 可能被六個導演 可能覺得已經過氣了 還是怎樣 所以呢 就沒有要拍他的劇本 難怪他會那麼生氣喔 寫不出新的東西來 相機腳架 嗯 顏這 ¡O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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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怎麼了 這個收音機 假如你 這是立方的豆腐骨 嗨 你好 今天的分享來自台北的小雨 簽小雨說 帳戶失誤價跟歇 foil 等一下 你現在是在講我嗎 可惡 你這完全就是在講我啊 吳大秀 只是你的右小遊戲的廚房 右小遊戲的廚房就在這裡吧 好啦 不要再講下去了 趕快切掉 他剛才都已經翻桌了 等一下還把收音機給摔爛 好吧 看來是 沒有什麼其他的線索了是不是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應該就可以去下一個房間了吧 我想 我真的很怕被嚇欸 一個轉頭一個轉身之類的 欸 好暗喔 門在這裡嗎 欸 我好像出不去欸 我不能從這裡出去 對啊 我也沒辦法使用打火機 喔 可以可以可以 原來可以啊 好 對不起 用打火機我就可以 我們要走出去嗎 嗨 嗨 嗨 喔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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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關門嗎 還好 他在看什麼 他在看這個報告欄 上映首日 即 即流出 大量裂品 彩艷琳空口碑不佳評論家虎頭蛇尾言之無誤 喔 他是在講我寫的劇本嗎 玉女歌手隱退 全心為家庭付出 拱曆芳告別歌壇 下面還有公告但是被撕掉了 哇 我現在大概知道什麼情形了 就是丈夫 原本得很多獎很賣錯 可是就突然寫的東西 就不受歡迎了 然後老婆呢 原本是大歌星的 就是很紅的 結果現在她也告別歌壇了 我們現在再到1985年的房子進去看一下吧 1985 8月23號星期五 風好大喔 是怎樣 颱風天嗎 看一下 喔 這裡可以點蠟燭 好的 那我們就去念一下 嗯? 等一下 上面寫什麼 鎖住的行李箱 騙子 爸爸不守信用 喔 美心在生氣 原本要帶她出去玩的 然後可能是因為現在颱風天了 就不能去了 這什麼 好可怕 為什麼美心旁邊要放這些符咒啊 嗨 嗨 就這樣 陶瓷娃娃 嗚 天啊 這是一個小孩該待的房間嗎 哇 這裡還有點滴瓶 我來偷看一下美心的櫃子有放什麼書 這邊好像看不太出來 這個桌子怎麼那麼懷念啊 怎麼感覺好像我們小時候也有一個 作文我的家庭 杜美心 我的家庭有三個人 有爸爸 媽媽和我 我的媽媽是一位家庭主婦 她喜歡一邊煮菜一邊唱歌 媽媽以前是歌星 她唱什麼歌都很好聽 爸爸是一位作家 她每天都寫很多字 她常常工作到好晚 平常不可以打擾爸爸工作 否則爸爸會翻桌 否則會被媽媽罵 雖然我生病常常不能去學校 可是爸爸媽媽都會在家照顧我 媽媽說如果我好起來就能常常出去玩了 我最喜歡爸爸媽媽 我希望全家平平安安 健健康康 95分了 而且美心的字好好看喔 她字比我還要好看 這邊一樣有口罩 當然懷疑這口罩該不是實體版出來之後才加上去的吧 以前就有嗎 可是這是治療美心的方法嗎 為什麼治療美心是用符咒啊 好可怕喔 該不會是那個 哇 應該不會連續嚇人兩次吧 這邊應該就不會再有嚇人的東西了吧 什麼東西? 什麼東西? 是颱風吹著牆壁嗎? 不要外面有人在敲門 這是雨滴還是上面是符咒啊 真可怕 這邊有東西可以拿 這是圖解雌骨關 續集是嗎? 大夫也束手無策 集壞了農夫 此時大蛇忽然現身開口對農夫說道 我乃千年蛇精 看你的孩子小小年紀就溫良孝順潛心修法 令我自嘆俘儒 就讓我助他度過劫煞吧 以我的血肉釀成藥酒 讓他飲下就能痊癒 雨滴大蛇便咬斷自己的經脈身亡 蛇怎麼咬斷自己的經脈 拜託不要再有剛才那種突然嚇人的東西好不好 我們再來看看這邊還有什麼東西 這個蠟燭可以點嗎 他們怎麼每天都吃豆腐鍋 然後一條魚 這時候家裡的擺設不太一樣 這是怎樣 好多藥喔 這該不會是美心的晚餐吧 你們吃這樣子然後美心吃這樣子 不是吧 不是吧 你嚇我嚇完之後坐在這裡 這是什麼 聯絡簿二 74年6月13日星期四 在家裡很無聊 電視都放一樣的東西 可是我生病了 所以不能去學校 我去看了很多醫生 但是病都沒有好 我要寫聯絡簿 因為同學都有寫 所以他把聯絡簿當成日記再寫就是了 在家裡很無聊 電視都放一樣的東西 沒辦法 那個時代沒有YouTube喔 不然美心就可以看我的頻道了 就比較不會那麼無聊 74年6月14日星期五 明天我負責餵爸爸的紅龍魚 魚很可憐 只能在魚缸裡游都被關起來 不能出去 我跟他一樣 天啊 這裡又是… 又是怎麼一回事 按鈕的標籤寫成鬧鐘 渡美心小劇場 所以這是美心的一天嗎 喔 我要再按一個 按一個 然後他就做一個動作 但是我跟妳說 爸爸又騙我了 蛤 說好今天要出去玩的 沒辦法嗎 這次玩書不能出門 啊 颱風嘛 沒辦法嘛 我這病明明就已經好了啊 明明說好今天要帶我去阿里站的 不是 跟病沒有關係嘛 沒有關係嘛 讓我解釋一下吧 美心 電視 為什麼一直點不到啦 預防 傳染人人有責 就這樣 好的 的確是很重要 剛好在這個時間點宣傳這個東西 的確是很重要 為什麼我一直按不到 我要靠近一點就是了 懷疑進去好了啦 我要帶我的屋子出去 還要把他的皮膚和媽媽的帽子 我都要帶走 我不要在那邊用了啦 哈哈哈哈哈 可惡 這幼稚鬼 行李箱 所以他把東西都放在行李箱裡面了 可是行李箱現在鎖起來 喔 上面還有他畫我們全家福的照片 換到這裡來嗎 好 繼續 寫著窗戶 喔 你看是颱風天 所以我們不能出去玩對不對 颱風天去什麼阿里山 我把鑰匙長還在住河裡了 在我的秘密基地喔 不要告訴爸爸媽媽 所以我們等一下去他的秘密基地拿一下鑰匙 恐怖遊戲裡的衣櫃啊 吃藥 藥呢 出去玩出去玩出去玩 你在對紅龍做什麼事情 哇 這是美心的藥 呃 紅龍會吃藥嗎 如果不吃那個水應該也知道 啊 可憐的紅龍 啊 這個魚很貴的 欸 這是什麼 看出魚眼 旁邊都是蠟燭 哇 這魚很貴的啦 美心 不過如果要我晚餐吃這種東西 我是美心我也發瘋啊 這也不能怪美心阿 好吧 我們就去那個 他的秘密基地 喔 不要這樣子阿 這燈好可怕喔 欸 欸 因為我忘記 開打火機了 怎麼了 怎麼了 欸 不要這樣子嘛 惡作劇是嗎 我已經不會再被你嚇第二次了 什麼 喔 我要把彈珠放進去是吧 使用 然後我要玩這個東西嗎 喔 我要這樣子操控 然後我要 喔 讓它滾進上面那個洞 喔 不是這裡 喔 這需要一點小技術齁 但我可以了 我可以了 那種騙小孩的東西 我可以了 我可以了 欸 進去了 可以了可以了 好 鑰匙在這裡 行李箱鑰匙 我對其他東西還蠻有興趣的 可是不能放大看 它好像有個貝殼 有個徽章什麼的 好 那我們就去開 好可怕喔 打火機呢 打火機拿出來快點 沒有打火機了 整個房子暗 好暗 好可怕喔 不要嚇我 美心不要嚇我 不要這樣子好不好 你這樣子 眼睛會壞掉喔 離電視那麼近 好 爸爸不守信用 欸 他的故事書在這裡 花與愛 我這次買實體版呢 他有附一本花與愛的繪本 實體繪本 這養樂多放在這裡 沒有冰 已經壞掉了啦 真是的 哇 她已經 準備好等我念故事書了 好 我們開始來念這本《花與愛》 杜美心 花與愛 歡樂兒童出版社 咻咻咻咻 爸爸來打獵了 今天森林裡出現了一隻好大好大的山豬 爸爸的弓箭準準命中山豬的腳 山豬好生氣 他衝了過來 用力把爸爸撞倒了 哇 我要自己翻頁就是了 回家後 小女兒莎莎不眠不休的照顧爸爸 但是爸爸的身體總是好痛好痛 幫爸爸擦藥 喝湯 都沒有用 躺在床上好多天好多夜 爸爸的病都好不起來 莎莎難過的睡不著了 他決定 要出門尋找治好爸爸的方法 哈哈哈哈 莎莎翻山越嶺 到了豐饒神的宮殿 豐饒神的宮殿 是一座金色的大房子 在森林的正中央 大門就開著 只要是森林的居民 都可以自己進去 那不是的話呢 會被趕出來嗎 哇 哈哈哈哈 求求你 治好我爸爸的病 豐饒神說 這是一種神奇的花 只要他盛開 再嚴重的病痛都會痊癒喔 哦 豐饒神給了莎莎一顆種子 但是 你得用最珍貴的東西灌溉它 豐饒神書 我也需要這種種子 莎莎心想 爸爸有說過 全世界最珍貴的神水 就在天空樹上 莎莎啟成了 她走出豐饒神的宮殿 她來到小森林 一路向前 嗯 移動跳躍 好酷喔 換了一個遊戲在玩耶 這是我島上的蘋果樹 我要搖它是不是 不是應該要掉三顆嗎 我按錯鈕 這一顆 這一顆才在 喔 你看它旁邊有銀蓮花耶 然後這邊有風信子 好 藍色風信子 喔 熊 那我要怎樣 給你 就是把它丟過去喔 不能把它邀請到島上來當居民嗎 水太深了 水太深了 砍樹然後做那個撐桿跳的桿子 好 我們去 搖樹枝嗎 搖樹枝嗎 不行 只會掉蘋果耶 我要撿東西然後一直按跳 等一下 這蝴蝶 這蝴蝶叫什麼去啦 好像最近有 怎麼了 你吃完了嗎 是怎樣 我要丟到對面去 剛好搖成一座牆 你捨得踩它嗎 該不會還可以在上面跳躍吧 不行喔 可以耶 我踩它身上那個熊會發出一個 呃的聲音耶 好 算了 對啊 怎麼辦呢 哇 美心真是個善良的女孩 然後呢 那這樣熊熊會不會再到哪裡去 不知道耶 應該有時候要上去吧 哇 莎莎真是個 不是莎莎 美心真是個好女孩 我要再繼續往前走嗎 喔 誰 這個路是查克嗎 要怎麼走過去呢 哇 這裡還有百合外 好可怕喔 喔 它不敢再走過去了 這怎麼辦 這 這可以踩 這是靈菇還是 靈芝還是香菇 好難控制喔 欸欸欸 好 喔 好 然後呢 1 喔 這裡有東西可以撿 那邊也有一個 莎莎直接從這裡跳下去應該不會摔死吧 哇 哇 哈哈哈哈 我是小鹿喔 你們打你們的我是小鹿喔 不關我的事喔 好 應該是真地盤吧 爸爸一定是覺得 用腳撞到他 有可能 哈哈哈 去刺蝟姐妹的商店買了衣服眼鏡喔 一人送一個 他們就好了 不是應該是要搶那個交配權嗎 好吧 既然他都這麼說了 這故事就這樣演吧 要往這邊爬上去 大仙鳥喔 這是什麼 我經過他就會躲起來 好兇喔 所以是複達跟複科嗎 我會不會保護我的寶寶 我就讓他回家的延遲 家 發生什麼事 這怎樣 我要再回去拿蘋果嗎 欸 這有東西可以撿 那個嗎 你們吃這個嗎 喔 看來他不吃喔 欸 為什麼我過不去 這裡有個1的選項 所以是要我 把東西裝上去就是了 可以裝欸 所以呢 它想要從那個洞出來 就出不來 好的 所以 來 來 現撈的喔 原來這是毛毛蟲啊 大方的 兩小小還是電力的群水 蛤 這是蟲蟲喔 蛤蛤蛤蛤蛤 很可惜 험中生全球 這個鍋章俨 我們會轉到裡面 啟奇 啟奇小明星 希望他不會中毒喔 好 怎麼會 神水竟然早就已經乾掉了 哇 没有最珍贵的水就没有办法让花开了 天啊,是被大仙鸟喝掉了吗 爸爸不忍心看莎莎这么难过 把她叫来床边,告诉她 没事了,没事了 爸爸只是要睡着了 只要你好好的 爸爸什么都不怕 感觉在交代遗言了 莎莎难过的哭了 她的眼泪滴在泥土上 渐渐的土里冒出嫩芽 嫩芽长出枝叶 枝叶开出花苞 花苞绽放成一朵美丽的郁金香 原来,女儿就是她最珍贵的东西 哎哟 杜丰鱼长这句话感觉是出自于真心的哦 爸爸的病好了 为了感谢风饶神 父女两人一起把花种到土里 山坡上开了好多好多的郁金香 风饶神也好开心 从此以后 莎莎和爸爸一起照顾这片花海 永远开开心心地生活在一起 大家是不是开始要在岛上种一堆郁金香啦 这边有一个 折纸郁金香 美心睡着了 好,你就好好睡吧 不要再吓我了 好,那我们再看看这一间房间 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探索的 可怜的红龙 哦,这是什么 酿酒涂鸦 美心照着我写的诗画的涂鸦 写宝罐盒 红洋装是大明星的材料 那这是什么 女儿红 贴在酒缸上的诗 哦,这是她刚才冰箱上说的诗吗 我亲爱的孩子 这一瓮酒将随着你甜美熟成 酒缸里酿着母亲为你献上的三个祝福 愿你的倩饮被丝绸环抱 愿你的发烧有星光环绕 愿你的玉布让众人倾倒 耐心等候,让时间带你成为耀眼的瑰宝 所以呢 好 好,这东西 我要收集三个宝物 把它丢进这瓮酒里面 冰箱上面写的 那三样东西 保冠,然后衣服跟舞鞋 好哦,好哦 哦,这里又有联络簿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 联络簿3 74年6月15日星期六 今天放假 爸爸说有吃药就会带我出去玩 但是爸爸后来又骗人 爸爸每次都说话不算话 我明明有乖乖吃药 我也没有不乖 爸爸妈妈还是每次都骗我 嗯哼 然后是74年6月16日星期日 爸爸又买很多健康的药 可是我不要吃 要吃的又不会好 说好 又不会好说好吃药就可以 诶,等一下 这边中文怎么怪怪的 爸爸又买很多健康的药 可是我不要吃 要吃的又不会好 说好吃药就可以出去玩 哦,因为他没有用标点符号 最后都没有 爸爸都骗我 我不要吃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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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美金疯了 呀,看这个碗不疯才怪 是不是我也疯了 哪有人每天吃这种东西啊 好的 那是不是我们应该前往下一个房间了 这边看起来就这样子 好咯 还好立方这次没有在外面等我 好啦,那我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啦 感谢大家收看喔 那我们下一次再见咯 掰掰 你是否稍微认识 你就好咯 有点儿子 嗯 有人 你 可以